用了大蒜跟橄欖油 還有 麵包香 來吧 泡拆啊 泡牛排了 好好吃喔 真的 那個蘇肥裡面都會整個軟軟嫩嫩的耶 溫泉蘇肥出來的 所以叫做溫泉牛排 大家好,Samber 我是Alan 有來到 很新溫泉 不是你也能到的一日秘境啊 好,那現在在 復興溫泉的岔路口 好,這個農櫚擋到了 帶一下喔 從這裡 等一下就從這裡開進去 對,復興溫泉在高雄的桃園區 不是北部喔,在南部 離市區大概兩個小時的車程 復興溫泉三年前拍過 那時候全礦很好 兩年前跟去年全礦都不好 今年又變好了 而且聽說今年的路非常的親民 是近幾年來路況最好的一次 車子只要不是太低 都可以開到很裡面 然後我們今天會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沒錯,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超厲害的西邊料理 就是利用復興溫泉的水溫做 蘇肥牛排 對,要做蘇肥其實要蠻多條件的喔 復興溫泉剛好符合這些條件 那是什麼條件呢 我們進去再講 好,Go Go 那走啦 找到了 照片 Chi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靠左边走就对了 一样一直靠左边都有路 一定要一直靠着上梭的方向左边走 因为溪床很大 有时候你走到中间或走到右边 没有看到温泉就错过了 之前很多朋友就这样 一直走到很里面 说他怎么都没有温泉 靠左边 出门前观察天气 就是都不会下雨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 干净就是这个样子 也不会有什么风险啊 步兴温泉比较出名的特点 就是温度很高 不好造池 因为出来的地方刚好是岩壁 留下来还没有到平缓的时候 通常就会被吸水冲走了 所以不是每一年都可以泡 那如果当年度有办法造池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棒 那今年就有这个条件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晒 我是很少带帽子的人 但是来复兴温泉 一定要注意晒的问题 没有什么遮蔽物 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一些天幕啊 遮阳帐啊帽子 全部都带奇怪 不然你到温泉边 一下就受不了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上来 上来 这里没办法要过一次溪 过一次溪就到温泉了 温泉到了 就是这一片山壁 扎营也不是很好扎 通常会扎在对面 对面有几块营地来要整理 如果想要在同一边的话 就往回一点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可以扎营的地方 离温泉大概就20公尺 那我们去看一下泉框 这是第一池 摸摸看啊 这一池直接对着吸水冲进来 所以其实温度没有很好 结果这边是热的 外面就冷掉了 要好好泡的话 要用帆布 把外面的水涨住了 那去第二池看看 好兴奋啊 超级烫啊 比我想象都还烫超过20度喔 天啊 好,继续走 这是第二池 问题应该一样 就是冷水会进来 前面就是传说今年最完美的第三温泉池 哇,很轻耶 哦,这个温度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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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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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还有我们今天的重点 猪肥料理 吸水非常清澈啊 然后我们也准备要在这边做 舒肥牛排 哇,这好舒服哦 这边有55度吗 55度了 而且还在持续上升 你用了大蒜 跟橄榄油 还有 奶油香 来吧 泡汤啊 泡牛排了 这次还另外准备了 干贝沙拉 这次准备的是生食级的干贝 还会另外再做炙烧 慢慢下去 用水压的力量 把它变真空 这次连波妞的食物都要来 舒肥 舒肥一下 我要帮他准备青菜 好幸福的狗狗 哇 真空水压房子 感觉还有一点多长 哇 超长 超长 现在11点10分 我们预计舒肥50分钟 12点再来看看 你要不要吃鸡肉 等一下煮鸡肉给你吃 舒肥鸡哦 吃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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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 81度 哦 90度啊 这个90度 哦 吸水在下面 然后上来这里有一个 看起来不错的地方 哇 这一片也太完美了吧 这个火锅啊 天亮火锅 哇 94 94度 90度 90度 哦 92度 这一池就这样流下去 这是第一池 隔壁团的朋友没有天幕 真的会很晒 所以出来玩就是做好功课 想好会面对到的问题 这样才会玩得尽兴 好 那我们再舒肥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起锅了 哦 好温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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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过了50分钟 这是干杯 剥牛的饭 诶 有明显的熟起来了 酥肥的 酥肥的 酥肥肌 牛排 是啊 牛排用完 就会这样子灰灰的 表面要在上色 对表面要在尖 OK 好 辛苦你啦 今天走炸厨 诶 今天要叫你什么 二厨 啊二厨啊 不好吗 嗯 就大厨旁边的二厨啊 啊不好啊 哦不好 好 那不然你当大厨了好不好 不用 那你就当一下执行总监 可以吗 好就可以 执行总监可以 总之又有一个总监 总之又有一个拍桶 OK 二哥 哈啰 上次带我们去凯翁的二哥 乃云姐 这个是二哥的妈妈 还有 什么都不会做的玻妞 可爱担当 哎 哎 出飞的世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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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出来了啦 好好吃喔 真的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书肥里面都会整个冷冷嫩嫩的耶 他好温泉 他就是很平均的受热 嗯 嗯 温泉书肥出来的 所以叫做温泉牛排 喂 吃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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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在这里当守门员 溫泉守门员 好 收完了 一樣的动作 本部收干净 不留垃圾 然后 附近温泉今年的完美池 拜拜 这次出来 蛮好玩的 是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第一次 用温泉 输肥的东西 把东西弄熟 吃饭这样 蛮有趣 哎呦 就是没有带 都没有带乳口 哦 没有带什么 平底锅啊 湯果 有啦 他有带啊 后面还是要上市 其实你可以用火器就好 对 好啦 那我回去啦 拜拜 谢谢大厨 这 走 下坡神兽玻妞爬超快 看到车子了 这里是波牛也能来的复兴温泉 走到车上了 回来的时候天就已经有一点阴了 所以这个天气走复兴真的超舒服 玻妞也走跟他飞咧 关于那个富 那个舒服 舒服 舒服咧 哈哈哈 关于那个舒肥料理啊 每一种食材 它适合的温度跟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来做的话 最好先做一点功课 嗯 我们今天有做海鲜 也有做牛肉 那我觉得舒肥是一个泡温泉 很适合的料理 一边等一边享受他 舒肥熟成的过程 熟成 哈哈 最后再一点怎么样 美宁啊 哈哈 外面的不可控因素又更多啦 正式的舒肥 你要很完全的真空 温度也是要恒温 那我们在外面 他虽然有那个温度 可是可能会变一下变一下 而且真空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完全 不过还是有80%左右啦 我觉得有90分了 他已经把肉升滑了 对 那个肉真的好好吃喔 酷 ا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